接着来看到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向国会提交本年度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第一次直接指责中国政府和解放军参与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报告中提到中共利用国家支持的商业间谍从联邦机构窃取资讯 目的是获得它需要的技术加速军队现代化减少对外国军火商的依赖 美国五角大厦提交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强调 中共利用它的网络能力收集针对美国外交经济和国防计划的情报 报告指出中共偷窃这些技术是为了加速军队现代化 来推进它广泛的战略目标和核心利益 这些现代化包括把短程导弹部队现代化得到更多的常规中程导弹 来增加精准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的射程 报告还说北京公开宣称过去十年它的国防开支是以每年将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 但实际开支要高得多 中共在三月份宣布它的军费支出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七 达到1140亿美元 但估计中共2012年的实际支出可能就在1350亿美元到2150亿美元之间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